好了康建公司的枪击案凶险李鸿渊昨天晚上收押禁建 这是他的第一餐饶饭吃的是石井汤面跟水煮蛋全部都吃光光 看守所表示李鸿渊住的是多人房有两名室友 特别安排案情比较单纯个性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容人 李鸿渊进入看守所的第一个晚上情绪也是算起来稳定 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早餐全吃光 午餐的部分则是吃培根蛋炒饭 丝瓜面馅芥兰炒肉丝还有饮料冰绿茶 至于晚餐预计要吃鹰凤梨鸡蒸酸菜面肠 蒜香泼菜跟玉米龙骨汤 他人虽然落网了但是还有很多疑点并未厘清 尤其是大批的枪支到底从哪里来 他一度说是在高速公路旁边的草丛捡到的 但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又说溜了嘴 说到不能说会害到人表示这批枪支是有人提供的 此外他在台中的养生馆落网 除了因为这家养生馆他去过 还有同乡就是在这里 另外还有他也想要松一下 所以选择了去养生馆放松 没想到就在放松的时候被警方逮捕到案 好把时间交还给彭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好